围灌大楼搜救期间 慈祭出动行动餐车 提供热汤和热面 温暖 警消还有搜救人员 深夜的围灌大楼就在现场旁 这里有展温暖的灯光 这是佛教慈祭行动厨房 锅子的水滚了 志工准备下面 要给现场辛苦的警消和救难人员 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喂暖了 心也暖了 为了救灾 救难人员和解消单位 24小时在现场待命 忙到没时间吃饭 慈祭行动厨房来到现场 同样24小时提供热食 做交替班的话 那他们可以吃 可以出来吃一下比较热的食物 那像我们如果是端过去的话 我们可能还在一边救灾的时候 其实那种东西都已经放到都冷掉了 其实这种即食器的话 对我们比较好 深夜里的这一碗热腾腾汤面 是慈激之工对这一群英雄的感恩 关电源 关 关 随着救灾任务结束 志工将餐车兴起干净之后 先运回内湖园区 下一站将前往星巴威 继续提供温暖 大爱新闻 郑上美志工台南综合报导 再次排队 扫典 宣优